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经文出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 在第一次分享中 我们讲巴拿巴奉耶路撒冷教会的差遣往安提阿去 见证神给外班人的恩 也劝勉他们恒心靠主 有很多人因巴拿巴的工作而归向主 在第二次分享中 我们讲巴拿巴去寻找扫罗 并且带他到安提阿教会服侍的经历和产生的果效 今天我们要学习故事的其余部分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说 当那些日子 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 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事在格劳丢年间果然有了 一生门徒定义照格阵的力量捐钱 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相托巴拿巴和扫罗 送到众长老那里 现在我们思想以上的经文 第一 当那些日子 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这经文有三点值得思想 第一 那些日子是指着什么日子 回答 从上下文看 这是巴拿巴和大蜀人扫罗 在安提阿教导信徒真理的那一年 从历史记载看 这是公元四十五年 发生在犹太地的大饥荒之前 第二 有几位先知 让我们从几个角度 解释关于先知的执事 第一 祭司和先知在执事上有区别 祭司代表百姓到神面前 为百姓的经历和需要 献上祷告和祈求 也将百姓面临的困境和心中的愿望 告诉神 寻求神的旨意 先知呢 先知带着神的权柄 向百姓说话 向百姓宣告神的心意 也预言以后要发生的事 另外 祭司的服事是固定的在圣殿中 先知却照神的带领到不同的地方去宣告信息 第二 先知有两类 一类像摩西 大卫 以赛亚 耶利米 以西节 当以利等 他们预言神的救恩 预言耶稣基督 预言世界末了要发生的事 这些预言都成为圣经的一部分 供历大的信徒学习 考察 宣讲 传扬 教人得到一品 存着盼望等候神的应许来到 另一类先知是 预告一些人的事和区域性的事 这些预告的功用是在警戒人 提醒人 安慰人 造就人 这里提到的几位先知 就是属于第二类 他们随从圣灵的引领 到不同的教会服侍 第三 你问 在当今的教会中 还有先知的执事吗? 回答 应该有属第二类的先知 因为新约圣经的教导 都是为信徒预备的 但没有一个先知说的话 可以与圣经的真理相提并论 若有人宣称 他得到新的启示 又说他的话 与圣经有相同的权威 他就是假先知 应该立刻被拒绝 现在我们看第三句话 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 这句话很美 耶路撒冷与安提阿 虽然相隔约480公里 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 大多数是犹太信徒 安提阿教会的大多数成员 是外班信徒 两个教会之间却是 主理一家 不分彼此 有着友好的关系 密切的来往 之前有圈位子巴拿巴来 现在有几位先知来 圣灵感动路加 把这事记在圣经里 要成为以后教会的榜样 接着圣经说 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 站起来 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是到格劳丢年间果然有了 弟兄姐妹 这经文有三个短句 第一 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 至于亚加布是谁 我们知道的有限 我们只知道 第一 他来自耶路撒冷 是当时先知中的一位 第二 他被神使用 发育员两次都应验 第三 他做先知有蛮长的一段时间 因他在这里发育员 到使徒行脏21章 仍然在发育员 路加这样记载说 我们从推罗来到多利买 第二天来到盖撒利亚 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 和他同住 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 从犹太下来 拿保罗的腰带捆在自己的手脚 说 圣灵说 犹太人在耶路撒冷 要阻止捆绑这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班人的手里 正如亚加布所预言的 时间到了 事情都实现 第二 站起来 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经文有三点值得我们留意 第一 亚加布在没有说预言之前 坐在众人当中 但要说预言的时候就站起来 这是当时先知说话的知识 我要表示其正式的程度 也要引起众人的注意力 第二 借着圣灵指明 就是有来自圣灵的灵感和末世 依靠圣灵的胆量和勇气 公开地说出来 第三 天下将有大饥荒 这里天下不是指罗马帝国全景 而是指大多数的地方 饥荒是因为农作物 失收 粮食齐缺 人和牲口都遭殃 并且其程度不是一般的 乃是大的 第三 知识到格老丢的年间 果然有了 格老丢是罗马帝国第四任皇帝 他登基公元41年 公元54年结束王位 一共做完13年 他有好几个妻子 其中一个妻子 我要让他的儿子起来做王 就把格老丢堵死了 格老丢做完的期间 有几次大饥荒 第一次在41到42年 发生在罗马城 第二次在45年 发生在犹大帝 路加记载的就是这一次 犹太历史学家祖西弗说 这次饥荒延续三年之久 有很多人经历极大的穷困 也有很多人死亡 第三次在50年 发生在希腊 第四年在52年 发生在罗马城 弟兄姐妹 从以上历史的事实和记录 我们看到 雅加布说的预言应验了 后来他预言保罗 在耶路上人被捆绑 那预言也应验了 从预言的应验 我们知道雅加布 是一位真先知 主与他同在 他的心与主的心连在一起 他说的话来自圣灵 感谢神 神在教会 势力先知的指示真好 现在我们看下面一句话 预示门徒定义 照格阵的力量捐钱 送去供给 住在犹太的弟兄 这里提到门徒捐钱 帮助远方有需要的人 让我们从三方面思想 第一 门徒捐钱的初衷和动力 从上下文看 门徒捐钱 基于两个因素 第一 雅加布的预言 触动他们的心 他们认真的对待所听见的 相信也接受 并且付诸行动 第二 耶稣的爱激励他们 他们想到耶稣说的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闭门连续 他们想到圣经的话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他们就实践至教导 用行动表现出来 这就是他们被称为 基督徒的原因之一 第二 门徒捐钱的方法 有两方面 第一 他们首先是定义 就是下定决心 立定心智 他们认为 必须这样做 也愿意这样做 第二 他们不是心血来潮 做力不能及的事 他们乃是照隔阵的力量 资源丰富的多奉献 资源单薄的少奉献 没有勉强 乃是诚实又实际的 第三 门徒捐钱的目的 是送去供给 住在犹太的弟兄 就是住在犹太 那些落在水深活着的弟兄们 这里我们看到 装款装用 我们也看到平信徒 在生活上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接受 弟兄姐妹 在金钱上的救济 圣经接着说 他们就这样行 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 送到众长老那里 这经文有四点 值得我们思想 第一 他们就这样行 我真喜欢这句话 因为它很简洁 它显示 安提亚教会信徒的风格 就是先知说什么 他们就回应 他们决定什么 就去做 直到把事情办妥 不托拉 干净利落 第二 他们把捐款 托付巴拿巴和扫罗 这里有三点值得思想 第一 他们所托付的人 是敬畏神的 是有真理知识的 是经过观察的 是值得信任的 第二 他们托付两个人 不是一个人 第三 巴拿巴原来 是耶路撒冷教会 拆派来的 现在他带着扫罗 又带着安提亚信徒 爱心的捐献回去 对巴拿巴来说 这算是他回母会的 两份见面礼吧 第三 圣经说 他们把捐款送到 众长老那里 感谢主 这是新约圣经 第一次提及教会的长老 并且长老不是单数 乃是负数 是诸位长老 他们应该是 耶路撒冷教会 忠心的管家 把所收到的捐款 应用在合适的地方 第四 经文显示 初级教会 有不同的执事 第一 有使徒 就是跟随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第二 有先知 立足使徒行藏 十一章二十七节 提到的先知 其中有雅加部 十三章一节 提到巴拿巴 和称呼尼杰的西面 鼓励那人路球 与分封吃完西里 同样的马念 并扫罗 还有二十一章九节 提到腓力的四个女儿 这些人都是先知 第三 有传福音步道的 立足斯提法 立足腓力 第四 有教导真理的老师 立足大鼠人扫罗 第五 有处理教会事务的长老们 弟兄姐妹 我们学习使徒行藏 第十一章 到此告一段落 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想起 引福所书 第四章 四到六节的话 说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位 正主你们门招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弟兄姐妹 安提阿教会的建造 不就是这样吗 请回顾 斯提法 殉道之后 门徒受逼迫 分上隔地 有些来到安提阿 有塞浦路斯 和古利奈的信徒 向希腊人讲道 希腊人就归族了 接着 使徒拆遣巴拿巴 到安提阿教会 做劝民的工作 接着 巴拿巴前去 寻找保罗 接着 有几位先知 从耶路撒冷下来 欲言饥荒的事 接着 安提阿的信徒 为犹太的弟兄们 收集捐款 接着 由巴拿巴和扫罗 把捐款 带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 等等 这一切 不是自为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的神 一直在工作吗 我们的神 真奇妙 今天的信息 就分享到这里 神啊 我赞美你 以你满有智慧 你的智慧无限 团圈直到永远 你同此与主人 别不施责他们 我赞美你 我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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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今天学会 我知道得不施归和自己 你根本就带美我赞美你 覆本头企如我赞美你 你知med eles 我赞美你 我寻求等候你 引你乐意识安 求主处吹过 他像海风过浪 被风吹动翻腾 路上没有定见 天上的忧伤 此人生毫无意义 祝我平行祈求 此我只为两方 让我在危机中 不得缺不健康 无疾放 无疾放 因你的指挥 是我当强 当强 祝我平行祈求 祝我平行祈求